再过几天就是2014年 很多艺人趁着年底之前发片 像是睽違了12年发新专辑的阿亮普学亮 也在圣诞节前夕出专辑 另外还有距离上一次 上一张专辑有七年之久的杨乃文 还有陶金英等人 也带来了不同的曲风 要给歌迷不一样的感受 睽違12年阿亮普学亮 再度发片 要用浓浓在地情怀的台语歌声 重返歌坛 希望可以变成一个像 爱评价格那样是一个全民的歌曲 可能给自己打气 也给在这种 可能不是那么顺遂的环境当中 不断打拼的 我们的各个阶层的好朋友 一些鼓励 希望这首歌可以 让大家听的时候 让自己的乐观的那种正能量 能够放大 2013年将近 很多位初级的华语歌手 也抢在年底前发片 包括距离上一张专辑女爵 已经有七年之久的杨乃文 横跨主持界的陶欣盈 回为八年出专辑 还首次挑战Rap曲风 另外一位是经历23年 以杨博国资质重返的歌坛老将杨凡 扮演一个角色 能够博得大家的喜欢 其实现在的心情 是跟以前会有点不一样 现在会更加的珍惜这个感觉 就是又重新去做了 一个小小的系列的校园 然后我觉得满刺激的 就是重新回到那个校园的状态 然后还满开心的 童子 孟子 老子 中子 男子 女子 黑子 白子 游子 胖子 胖子 右子 正能君子 梁上君子 天王老子 矛头 小子 天之教子 不成虐子 大家赶快荣熙 您在义 实力唱将陆续回国华语歌坛 13年前曾经轟动一时的子曰 故随量以44秒念完 224字的歌词 现在更挑战24秒念完 女生也从曾宝宜换成新人 成以来 艺人们打造新曲风 希望带给歌迷不一样的感受 新唐人仰台电视 陈慧摩 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